刘先生对观察员赖德伦的建议表示认同 在谈到具体的还债计划时 观察员武运和赖德伦 还分别跟夫妻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 他们会握手言和吗 这场分分合合两年多的婚姻危机 最终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呢 密室缓解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了解当事人的各自的想法 来到这里觉得没白来 因为学到了很多 我们现在不要什么面子不面子 只有我们两个人过得开心 我们和两个人过得好就好了 我以前对你的包容都不够 不够体谅你 是我扶掉了你 老婆说对不起 对不起 以后我也一定会感受一下你 好不好 你也回应一下 听了这么多老师的指点 我也深刻的 就是意识到我自身 自身的很多方面的能力的不足 今后回去这些方面 我也都会去好好思考一下 也会改进 我们两个往前看 就是现在儿子也这么大了 后面儿子能够上学 让我也去上班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哪怕我一个月 就是挣个几千的话 也能为家里分担一点点 我们尽快把这个账给还掉 一起努力 对 一起努力尽快把账还掉 你要有双眼亮好不好 对 你欠下的所有的债 都是你在娘家撒下的谎 和你要撑的面子 你这个面子真的是有点太大了 这个成本太高了 明白吗 现实一点 我相信你的逻辑也会好一点 好吧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啊 谢谢你们啊 毫无疑问 经济基础对于婚姻是重要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感情 是婚姻幸福的两个必要因素 两者缺一不可 因为一旦走进婚姻 必然会涉及很多现实的问题 比如房子 车子 衣食住行 照顾孩子 赡养老人 人情往来 解决这些问题 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 管理好家庭经济 也是经营婚姻的重要一环 不让家庭陷入经济困境 不仅需要家里有棵摇钱树 还要有个聚宝盆